马太福音六章十节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愿你的国降临 诸祷文前三项的祷告内容 都是以神为中心的 而这个国度在新约当中 是一个很重要的词 这个词呢 是指着王权国权的意思 所以它的含义是 神统治管理的权柄 衍生出来是国民领土 愿你的国降临就是祷告 神的主权来到我们中间 他来统治万民 治理万邦 而国度有两个时期 在福音书当中 我们很明显的看见 是准备时期和实现时期 就是英文所说的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然未然的意思 already就是准备时期 指的就是现在的世界东 凡事已经让神掌权管理的地方 banaya就是实现时期 将来指神的国 完全实现在我们中间 准备天国的人才 我们都知道 一个国家组成的三要素 是人民 土地 主权 神的国不需要我们 准备土地和主权 但是我们却需要预备人民 也就是得救和得胜的人 神愿意万人得救 不愿意一人沉沦 所以我们要奴隶传福音 领人归主 另外也就是要训练 门徒做得胜者 与主一同管理神的国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是指神的旨意 能够像在天上那样 完全地实行在地上 也就是说 愿地上所有的人 都成为遵行神旨意的人 主耶稣自己成为我们的好榜样 他说 我父啊 倘若可行 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他又祷告 我父啊 这杯若不能离开我 必要我喝 愿你的旨意成全 主的一生就是为要 按那猜我来者的旨意行